斯大博士 我这头最近有点凸 您帮我瞅瞅 这一大片刚凸的 也就最近七千来年 我看看 原来是这样 怎么呢 你看啊 也凸头的地方都是一大片沙漠 而且它们位置都处在南北纬30度左右的地方 哟诶 可不是吗 怎么这么巧 您说说 一点都不是巧合 因为南北纬30度附近是附热带高压控制的区域 这些区域的气候情热干燥 降雨稀少 是吧 长期处在附热带高压下 远离海洋的内陆地区 慢慢就会演变成干旱高温的热带沙漠气候 所以南北纬30度附近才会出现这么多沙漠 这也是你兔头的原因 难怪啊 博士 为什么会有附热带高压呢 地球赤道附近的空气因为常年受到太阳直射 受热上升 然后往南北移动 刚刚走出热带 温度就变低了 热空气会慢慢下降 这就下来了 最终 热空气在这里下沉堆积 我就在这里定居了吧 您别这样 就形成了附热带高压 那我这头怎么办啊 等地球的自转继续变化 再过一万七千年左右 差不多就能变回绿洲了 这块一眨眼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保护森林和草原 防止沙漠的进一步扩大 拜托您 爱问爱问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